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这整个过程要求大家熟练去了解和记忆这三个参数 这三个参数一定要非常清晰 包括每个阶段的这个文件的一个扩展名是什么样子 也一定要非常清晰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杠机和杠爱 杠机就是需要他有一个 我们刚刚已经编了一个HelloSandy 这样的可知性文件 我们现在再编一下 编谁呢 按照我们正常的这样一个命令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编译 HelloSandy.ca 后面只是定义一个他的输出 这次我们给他输出成2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希望给他加入调试信息 所以加上一个杠机 加上一个杠机 那我们再来进行一个编译 好就已经有了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大小有什么不一样 看看同样的编译 我们是不是HelloSandy 2 这个要大一点 原因是因为他里面有GDP 所需要用到的一些调试信息 所需要用了调试信息 好这个我们在讲GDP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用到他 目前大家就知道 我们要调试的时候 我们就要加上这个参数就可以了 那至于为什么要用杠机 大家自己去看帮助 这个就不说了 好那么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 我做一个修改 我把MV HelloSandy 给他重命名称Hello就行了 然后我再把所有的HelloSandy给删掉 好 那么现在的 糟糕 我把原文件给删掉 算了 我重新再写一个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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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hello.c 那么下面 我想做一个修改 我们之前不是在这个地方include 是用的这个嘛 那么我在外面去给他建立一个头文件 切换一下 我在哪个位置呢 我在当前文件夹下面 或者我 我再重新给他建一个头文件 叫thundee.h 这样一个头文件 我在这个里头引用这个 stdio这个类裤 和头文件 就这样一句话的头文件 非常简单啊 下面我来修改一下hello.c 在hello.c里面 我做一个事情 我把它改掉 我把它改成thundee.h 这样一个头文件 那么大家想象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我们来编译一下 大家看是不是编译出错了 因为他说没有找到thundee.h 这样一个头文件 因为这个头文件就在他的当前文件夹 就在当前文件夹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请问一下大家想象一下 那么这些头文件 他会去哪里去找呢 这些头文件 那么实际上我们以前在做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所谓的系统引用路径 对不对 在我们windows文件夹也是这样子 他会默认的从系统文件夹 还有我们的环境变量path里面 这样子去找 那么同样的在我们这里面 他系统默认的会去哪里去找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比方说我们最常用的stdio.h 这样一个头文件 我们看他在哪里呢 在userinclude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就知道 原来我们的头文件一般都是放这的 一般都是放在这的 比方说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stdio.h这个头文件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啊 我们头文件都放在这了 那好 原来要到这个地方去找 那么那这些都是系统的路径 那么如果说刚才那样子 我是直接 直接让他去引用了 包含了我们的stdio.h这个头文件 他去系统路径下 找是不是找不到啊 所以呢 这个时候他就会报错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第一 你把头文件考到系统文件家去 第二 是不是我们手动指定 或者添加他的查找路径啊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参数 叫做大写的i include嘛 这两个你可以把它分开 实际上他就是一个这个参数 就是大写的include 后面跟上一个路径 这样子更清晰一些 这个不是l啊 这是i 给大家注意一下 好 他就是include 那么好 我们现在再来编一下 好 大写的i 我们跟上一个路径 哪个路径呢 当前文件夹 用一个点来表示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编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次就没有报错 是不是成功了 我们运行一下 一切正常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i的这个参数的作用 当然你要是比较复杂的路径 你也可以这样子啊 usr这样子 比方说home啊 sundi啊 这样子 你也可以啊 跟着来写就行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i的这样一个作用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 那么至此 我就通过一些演练 把我们编译过程 最基本的一些参数 给大家做了一些演练 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些参数 我会告诉大家 用单词的方式来去记忆这些参数啊 用单词的方式 记忆这些参数 如果还不明白的话 我们就用 我们用什么 帮助嘛 用map 对不对 那下面我们就来 再看第二类 我们常用的一些参数 就跟酷相关的 这样一些参数 那么要讲到酷了 我们就要先来说一下 Linux下面的静态链接库 和动态链接库 这样一说 那么在Linux 什么是动态链接库 和静态链接库 我们类比Windows来说 那么静态链接库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编译的时候 就在编译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这个酷文件 完全的给它链接成 我们的可执行文件 那么将来在发布 这个可执行文件的时候 这个类库 我们就可以不用了 因为 这个类库的内容 已经完全包含在 我们的可执行文件里面了 那么这样它的一个特点 是不是 发布就很方便 但不爽的是什么呢 不爽的是 因为就为了一点 简单功能调用 你就要把那个类库 全部都包含到 你的可执行文件里面 那么这样子 是不是会 让你的程序很臃肿 让你的程序很臃肿 而且 当你 比方要你要修改 你的动态链接库了 你把你的静态链接库的时候 你修改了类库 你的可执行文件 全部都要再重新编译一遍 所以是不是也不适合扩展 那么动态链接库 就解决这个问题 它是在运行时的时候调用 而不是在编译时的时候调用 那么在运行的时候 用到那个类库 再去加载那个类库 并且调用它的相关函数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这样子的话 可执行文件就相对比较少 而且也比较灵活 对不对 不灵活的就是什么呢 那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在发布的时候 除了要有这个可执行文件 你还要包含那个相关的类库文件 那么同时呢 类库的文件版本发生变化了 你也要及时的进行更新 去维护我们的这个类库版本 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 在Linux下面 静态连接库是我们用我们的 点A这样一个扩展名 那么它的命名格式通常是用的 Lab Lab后面跟上一个名称 然后点A 那么动态连接库就是点O 点O的这样一个方式 它的命名格式通常也是 Lab名称点SO 动态连接库是点SO 动态连接库是点SO的这样一个扩展名 那么它的文件名的方式是 文件的名称点SO 在后面再跟上点主版本号 次版本号和发行号 那么一般情况下 你要去找这些类库的话 在我们的那个下面 是不是在Una下面的Lab里面 或者直接在Lab下面 就可以找到啊 比方说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是Lab 后面跟上名称 再跟上.SO 再跟上它的主版本号 对不对 和什么次版本号 发行版本号 等等等等 0.1.8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看大通小异 都是这个样子的 都是这个样子的 好 那么同样的 我们就会在想 那么我们到处去调用的 比方刚刚我们在include的时候 用了一个STDIO 那这个它的类库在哪里呢 肯定也是在Una Una Lab下面 对不对 大家自己去找 我就不带大家去找了 好 那我们来说一下 跟酷 酷编译相关的一些编译参数 主要我们要掌握这样几个 一个是GUN STATIC 就静态编译 那么也就是说 把它编译成一个静态的 静态连接的这样一个文件 静态连接文件 实际上静态连接库 还是动态连接库 他们在编译的时候 由C元 到我们的 到我们的汇编语言的 这样一个过程 没有太大的区别 它最大的区别 就在连接的时候 最大区别在连接的时候 然后第二是GUN SHELL的 这就是我们动态的 这样一个编译 以及生成动态连接库文件 还有GUN 大L 再加一个文件夹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库文件搜索中 去添加一个路径 就是比方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 你用到了另外一个库文件 那这个库文件 它默认的也会在系统的 这个文件夹上面去找 但如果找不到的话 你也可以手动 去给它指定一个路径 这个有点类似于 我们刚刚的大写的I 是寻找那个 头文件的那个文件夹 对不对 头文件 一般情况下 它的系统部 是我们的优在下面 include 那么我们的库文件 类库就是优在下面的lab 这个大家知道就行了 最后一个是FPC 这个很容易 记忆啊 别别这么长一串 给吓到了 小f就file的意思 文件啊 大写的pnc 实际上一个缩写 是什么呢 presenting independent code 就是与位置无关的 与位置无关的 这样一些代码文件 啊 那么用它的时候 我们是通常是用它 我们用用在编译 那个动态连接库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啊 就是与位置无关的 这样一个代码编译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给大家 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那我们来演练一下 这个参数先 那我们先把这个原文件 更改一下 我们免得再用这些包含 对吧 好 我们来给它进行一个 静态的编译和连接啊 gcc-stative 注意啊 就我们在这个地方 用share的 就是动态连接 那么实际上 我们什么都不加 默认情况下 就是动态连接的啊 所以我们直接用static就可以了 static-hello.c-o 我们用hello2吧 OK 我们来看一下 它可以看一下啊 hello 默认的是我们的动态连接 hello2是默认的 我们的 是用了我们的静态连接 大多少 哇 大这么多 大 十倍啊 差不多 大十 还不止 还不止 然后所以 所以我们就知道 在静态连接的时候 它实际上把相应的内裤 都直接给包含进来了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其实不大用这种 静态连接的方式啊 不大用静态连接的方式 不然的话 它会一个简单的printf 它就会把printf所属的 那个level c的那个 类裤 都给它包含进来 是不是就太大了 对不对 好 这个就是我们静态的 动态就不用演练了 默认的情况下 就是动态的 但后面我们在编译 so的动态连接库的时候 我们还会用到它 那么这个-l 就指定我们的编译 寻找那个类裤的路径 这个我们后面也会用到 这个我们后面都会用到 我们现在 下面我们就来开始来试一下 我们自己来制作一些 静态连接库和动态连接库 顺便把我们刚刚说到的 相关的参数给它用到 那我们来编译一个静态连接库 就.a的这样一个文件 那么它的过程是什么样呢 我说过静态连接库和动态连接库 它们不同点 只是在连接的时候 所以在编译的过程中 它们的差别是不大的 总的来说 都是要生成一个目标文件 那么 所以我们来编译一个静态连接库 我们就执行这样两个步骤 第一步先生成一个目标文件.o 然后呢 这个怎么去生成一个.o 这个是不是很简单 我们刚刚就说过 用一个-c的这样一个参数 对不对 然后就要用一个archive archive 这个是一个打包的这样一个工具 对不对 archive 那么这个打包的这个工具 实际上它就是把我们的目标文件 打包成一个.a的文件 就这么简单 它会有几个参数 或者是crv 这样一些参数 那么这些参数代表什么含义 大家可以自己来查一下 大家可以自己来研究一下这个 比方说crv r就是插入相关的一些number member数据 然后 还有s 还有s啊 这个参数大家自己下来 c就是建立一个 建立一个归档文件 建立一个归档文件 就我们的archive archive的这样一个归档文件 好 那么我们现在 我把这个 在这里我们用用这个文件 我们现在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在这里建立一个countlab.c这样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 我给它做了一个很简单一个函数定义 就计算 返回的是一个无符号的长整形 然后传用的参数是无符号的两个整形 返回的结果是他们两个直相乘 是不是很简单的 这样一个 那我要把它编译成一个静态连接库 把这个countlab编译成一个静态连接库 那我怎么来编译呢 我们说是第一步先给它生成目标文件 第二步就用raccount来进行一个归档文件的建立 也就是打包的这样一个过程 好 那么我们首先给它建立一个目标文件 就是用gcc 好 我先把这个 先把这个删掉 gcc -c countlab 这样一个方式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目标文件就生成了 生成了之后 我们就第二步给它进行一个打包 进行一个打包的过程 那么打包 我们要指定一下它的这个打包的静态连接库的名称 同时找到它的这个目标文件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我们是不是就已经生成了这个文件 countlab.a这样的一个静态连接库文件 我们就已经生成了 那好 静态连接库文件我们生成了 怎么去调用呢 其实很简单 用gcc 就是我们在进行编译的时候 直接进行编译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连接库 我们用库文件的编译 实际上在调用的时候 静态连接和动态连接是没有区别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现在又建立了 我刚刚不是有一个countlevel.c这样一个原文件 我在里头定义了一个count这样的一个计算方法 那么我现在又建立了一个新的count.c这个文件 那么它的目的是要去调用这个方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我们看一下在这个文件里面 我们count c这个文件 我们在main函数里面 传了两个参数 就接受了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一 实际上这个参数一是代表第二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第一 就是命令 就是作为我们的零这样的一个数字 在这里我们再返回值 返回了一个count这个函数的这个调用 把xy和给它传进去了 那么说白了 这个count我们希望它用到的 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静态连接库里面的那个乘法 对不对 好 我们就最终的效果就是通过这个来调静态连接库 然后把参数的两个值进行相乘 就这样一个过程 好 下面我们就来进行一个编译 在编译过程中 就要去指定它的这样一个动态的连接库 我们用gcc -o count 这样一个输出 那么我们在这里刚刚说了 要指定它的一个查找路径 在当前文件夹下面 去查找类库 查找哪一个类库呢 就是countlab.a 这样一个类库 好 我们回车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count就编译好了 是7229 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静态编译 这样一个静态编译 我们运行一下